大家好,我是卡姐 卡姐回到來,就很禮拜了 約朋友出來喝茶 很普通的茶點,就不用在這裡說了 只不過我和大家交代一下 我在哪裡喝茶呢,也是很禮拜 在溫哥華東區的那間黃紫海鮮酒家 我們很多朋友都一致認為 他們的出品比較穩定一些 還有好吃一些 拍車就不是說真的有很多車位的 但是你裏面的plaza拍不到 拍出來街都OK的 那這間酒樓就基本上都會在這裡等的 都會去一下其他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都是住在Vancouver 就不是住在列治民 列治民雖然說是溫哥華 但是它是屬於第二個城市 好像衛星城那樣可以這樣說 很多人就認為溫哥華就是 溫哥華裡面的 其實是大溫哥華外面的城市 都有很多的 但是我們有時就無謂 開車到列治民 因為從溫哥華單湯那邊 到列治民 至少你計算一下 塞車等燈 分分鐘就成30分鐘 半個小時的車 所以就不是特別 約了在列治民喝茶 都會在溫哥華這邊吃的 吃海鮮也都是在這邊 都有一兩間做得都不錯的 我很多時候吃黃帝蟹那些 我都是在東區這邊的一間餐廳那裡吃 我又覺得他們的價錢 出品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我甚至也都介紹住在列治民 高桂林那些朋友 就過來這邊吃 他們說都OK 今天坐下來聊天 當然是說一下大家寒暈一下 家庭主婦多數說的話題 都是子女買菜 我在波特蘭有些什麼 找到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都是聊來聊去聊這些 但是這次就令我覺得有一點驚訝 今天我們來到王子這邊喝茶 我相信也有九成的入座率 都差不多滿了座 坐下來我們一班朋友六個人 慢慢吃就慢慢聊 很多時候我們一邊吃 一邊會再叫一些廚點 炒一些粉麵 就慢慢在這裡坐 法國周圍幾張桌的人 都在說香港那一宗 河馬那一宗這樣的事情 我以為真的是一兩台說 兩三台都是這樣說 當然那些聲音都是講粵語的聲音 我想可能講國語的朋友 他們未必聽得明白 香港現在報道這一宗的新聞 但是講粵語的人 你現在基本上打開網上那些這樣的視頻 基本上真的都湧進來了 那些人還要講講下 說到真的火都來了 又說生B 又說幾多次 又說如何那歌 聽到那些人 我說其實呢 你當他是一個醜國 他真的醜出國際的了 他就說他陽光人 陽光是否出陽光鬥市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因為都是不太熟悉那邊的地方 其實陽光人會不會覺得以他為榮 還是真的覺得要和他劃清界線呢 其實一個教育水準很重要 其實這種思想的人 其實已經是第二代了 最初在80年代開放的時候 都非常之多台灣的家庭 香港的家庭 是衰在這些人的手裡面的 因為他們真的是三代貧農的 很窮的 出來打一份工 如果他是教育水準不好 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不是說出不出身大富大貴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國 那個年代都是全民皆窮的了 是說他的那個家庭素質 教育、教養 真的養育了一大批 一些這樣的女人出來的 也都有一大批港台的男人 當時真的好像受寵若驚那樣 突然間好像珍貴了 被這些這樣的女人捧上天 真的迷失了 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破碎了 回落 不是說現在要把這些這樣的 鄉間的女人 打上一個標籤 打上一個標籤 而是事實上真的太多這樣的事例了 所以都怪不得那些人 一說起來 就說某某地方的人 怎樣怎樣怎樣 有時候其實都很不公平的 我相信 不要說其他省份先 先說廣東、廣州 其實有很多都是 家庭教育非常之好的 他們賺錢做生意也好 或者是出來去到外國讀書、求學 或者是也都在北美洲 或者世界各地定居 這樣都是很勤勤狠狠 很善良 也都是非常之珍惜自己的前途機會 就是媒媒、明星、名譽都很重要 都有很大批是真的來自廣東的 我都有很多很多這些的朋友 相信我最早認識的那些 現在都應該是來到四十幾年的了 都真是老華僑的那些 在八十年代過來的那些 他們也都很 好有一種體面去生活 其實體面不是因為你有沒有錢 而是一個人出來的行為 舉止說話是值得人尊重的 看見這個人 這個河馬 口無遮難 該說不該說都說了出來 真是好心 不要去失禮你的鄉親 鄉親父老 我相信都不是個個是這樣的 其實無論一個男士好 一個女士好 就出來堂堂正正 特別是做女士 賺錢的機會有很多途徑 是吧 用不用這麼赤裸裸 真是醜太白出去拿一口飯吃 不責手段 又說告到別人的女兒 要告到她坐牢 真是 好像那筆錢 現在人家是拿了她自己的那筆錢 又說多富貴 開一場直播又說 不知道收多少萬 我在這裏可以很大膽在這裏說 其實香港法律 都應該是很嚴謹的 任何的認為是違反法律的人 都是抓人兼封屋的 為什麼這種人 是騙著社會資源的人 還可以拿到公屋 又說去拿縱援 都沒有一個懲罰的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都希望香港政府 對所有外面的人 都有一個交代 我都希望香港的執法者 是不是應該有些事情 要去執行處理呢 你說拿縱援 拿縱援的人 但是她的生活很富貴 拖著可白上去深圳 我相信上去一趟深圳 那些交通費都不便宜 還要訂住一間餐廳來做直播 又說有多少千的點贊率 收了多少錢 酒樓又吃水魚 這麼富貴 還拿縱援 她的兒子也是十八歲 她也這麼年輕 有氣有力 你難為那些撿紙皮的婆婆 真是否很不公平 為什麼她可以這麼富貴 還住公屋 還要和76歲的丈夫可白 生B 生了出來 這位可白 是不是真的好像 如她所趕活到一百二十歲呢 那個嬰兒又是繼續拿香港人的 納稅人的資源 幫她養 拿縱援 到時就說她孤兒寡母 這些人 你不怪得香港人有很多人的反響 人家納稅者 在香港勤勤狠狠交了幾十年稅的人 你一個外來者 一個新移民 來到 拿了資源 真是得了平移 還賣乖 就等於我們現在 我們加拿大的人 也是一樣的 我們每年交稅 也都交很多稅 也都是幾十年 在這片土地裡面 去建設 參與建設這個國家 但是有很多新移民 可能她一輩子都不需要做事 可能來到 拿社會福利 拿聯邦政府的所有 一分錢的福利 他們真的閱讀福利 那些這樣的細節 比我們還更明白 我們都不知道 那你什麼都拿齊 那就是躺平 你不怪得本地人 對於他們這種事情 是反感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側面 我們今天都在說 算怎樣 我們又算怎樣 交了幾十年稅 我們沒有向政府 要求拿任何福利 我們到今時今日 還是勤勤狠狠為自己的養老 自己去盤算 不理你有沒有小孩子 在學校讀書 你將地稅單裡面 就有一個項目 就是為學校要交一個稅項 那這些稅項 又是被誰在這裡讀呢 有很多濫用這些 這樣的免費教育的 極度不公平 所以很討厭這些人